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去併了很多公司 结果好像 大家还是不太买账 因为我坏消息 你看他的商业间谍案 他有一个离职的员工 去看了一个人力资源公司 然后在外头另外开一家公司 专门就挖脚你联发科 他是怎么样 这个奇妙气 给养出这种员工 再来我们就看到 Marvel还中错了 14%的股价 对他来讲都是负面消息 我想联发科 你会看到他的股价 这一波跌得几乎是腰斩 弹的幅度大概只有将近14% 我们看一下下 对我们看 弹的幅度是非常的低 你看他昨天 今天收盘256 227 了不起弹了14% 我们大盘 集中交易市场弹了20% OTC弹了快三成了 他好弱 他是严重落后 他是大跌 表示他基本面一定出了问题 对 我们稍微提一下 你看他今年第一季 第二季和第三季 跟去年同期 这个是衰退了大概三成 这个衰退大概是9个% 以前是20到30%的成长 对 表示说他这个今年第二季 第三季的状况 真的比股价来的糟糕 对怎么会这样 那我觉得重点在于什么 第一个发觉中国大陆的品牌 慢慢开始崛起 很多都是用自己的什么 自己的晶片 对 你看像华为的部分 他用海思的晶片 华为大概在中国大陆 也是排第三 第二第三的部分 小米的部分 也是用Quackcom的晶片 用他们自己的 另外他在三级那一端 本来是获利最好的 但是展讯开始大量的杀价之后 让他在这一端 获利大幅度的一个缩减 所以很明显 去年上半年赚了大概14块钱 今年上半年只赚了8块钱 整整摔费了6块钱 所以表示他的状况 真是蛮辛苦 就是说前面的Quackcom 他又追不上 后面的追兵 展讯 海思一大跌进来 去抢他的市场 就造成他获利每况愈下 今年第四季状况不会太好 甚至明年 我觉得他都会很辛苦的 这一年 可是我们来看看一些 这个BB ratio值 那么这就是book to bill 对不对 就是我的订单 然后跟我的出货量的一个比率的一个数值 只要超过1就代表说我的供给 我的需求 需求大于供给 那应该是好事 对好事 所以我们来看到 它其实已经超过1了 而且在1以上已经一段时间 但是我们的半导体怎么都没有反应 但是大家知道最大的问题它是订货除以出货 对 所以我们看到浅色的这个部分是订货 对 如果三个月平均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 很明显 三个月出货的订货订单的平均是掉下来的部分 从16.7掉到16 整整少了 少了大概这样7千多万 比方说它是分子分母的问题 订单就代表说未来出货的可能的一个趋势 对啊 你看过去你看一路是16.7 比上个月要衰退 非常的明显告诉你说 未来的单子可能没有预期的这么好 对不对 对 那大家可以看到像Intel 像台积电很明显 都砍它的资本支出 至少大概两成附近 所以一直是虽然它E值BP Ratio只在1以上 但它其实是整个往下掉的 重点我们是要看什么 订货 订单才是最重要 绝对数值是在往下掉的 对对最往下 三个月平均是往下 原来如此 所以可能问题Mega就在这里 对对对 我们不要高兴得太早 想说BP Ratio只很好 但是我们来看台湾一些重量级的大 我们看几家大公司 对于半导体的后世 然后我们也请初总来帮我们看一下 像张中某董事长说明年会好 然后我们看林文博董事长 他就说第一季可能会有集单 明年第一季可能会有集单 再来我们看联电 联电他就讲说 半导体下半年的景气最多持平 他是比较看中立没有那么好 那到底半导体接下来的看法呢 我觉得台积电还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今年第四季确定是不会好 明年应该是有机会 台积电的口气 明年第一季开始景气会往上复苏 但是真正让它成长幅度最大 我刚刚讲A10的订单 这个部分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你发觉中国大陆的中心半导体 像三星也在发展它的代工 都抢了一大堆的单子 就像你看QuaCon 很多的单子有下到什么 它的820的角龙的部分 是下到什么三星 它比较低些是下到中心半导体 所以对于台积电而言 它的竞争对手 慢慢在挖它的什么 挖它的客户 它唯一就靠A10 如果接到比较大的单子 让它明年还有很大幅度的成长 这是很重要的观察点 那至于我觉得 戏品的部分 他有提到 明年有望见到集单 不代表是真正接到了 他觉得今年第四季可能消化固存 明年应该是有机会接到集单 不代表真正会接到集单 所以我觉得看起来可能还要再注意一下 我个人觉得日月光比它具有代表性 因为日月光你看它的营收的部分 相对表现比细品来得好 非常的明显 因为日月光有接到苹果的SIP的单子 相对投资的 这一块投资的比较多 所以日月光我觉得它会比细品相对 对于景气的看法 根据代表性 那至于联电的部分 我觉得联电相对而言 它只能说我的28奈米的良率拉高之后 我有机会抢到一部分的单子 对不对 但是它不代表整体的景气的看法 只是它自己稍微体质好了一点点 有机会多拿点单子 所以它好不代表整个景气好 但真的重点还是要看它28奈米的良率 最近市场上有提到 它有接到一些单子 可能对它会稍微好一点点 但是整体半导体景气 今年第四季看起来都不会好 看明年的一个变化 OK 好 非常谢谢楚董 这是在半导体的后世的部分 第四季现在看起来就是 差强人意了 那么接下来重点应该要看 明年的第一季的状况 给您做参考 好 那么继续呢 我们要赶快请詹总来帮我们选股了 这个詹总今天选股的这个 标题叫八条好汉在一半 不是九条吗 少那一条 选股是八条 选股是八条 当兵说是九条 好 来 我们看一下怎么选 好 我再想给大家两个第一 两个这个意见 第一个 其实我们过去谈了很多选股 你可以发现 每一个阶段 每一个阶段选股方式不一样 对 不是一档股票从头报到底 因为行情不真的大多头的行情 对 第二个呢 选股固然重要 其实手法更重要 手法 你会发现同一档股票 其实有人追高 有人杀低 有人赚大钱 也有人赔大钱 对 对 所以说选股固然重要 对 但是手法更重要 但是第一个重点 还是要把好股票先选出来 在那个阶段 当时间那个timing 什么股票最容易涨 是 来 好 那么我认为 现阶段最佳化的投资组合里面 我提供八条个股 给大家做参考 很有趣的是 我先把这个条件先讲一下 好 我认为到年底 我说行情会热到年底 热到年底 我认为真正的攻击型股票 攻击型股票 比较不断行情 我认为大概集中在六种 一个是瓶盖 那么另外 车用相关 主要是车用电子 还有网通 包括光通信的族群 工业电脑 还有生计 环保 下面这个IPC跟生计 跟环保 节能这个部分 绿能这个部分 跟135计划 这比较有连结性 那么这是第一个 你选的股票 最好是六种 其中一种 把它挑出来 比较有族群化 第二个呢 那基本面季报 在11月中要公告完毕 当然要好看点 第四季还要继续成长 这基本面 最基本的条件 那技术面要注意 大型态刚刚突破 而且已经短线 已经做一个拉回了 如果这股票还没突破 即使再抢 它可能会压回 或是说 突破已经涨很远了 结果你去做追价 可能短线 刚好要碰到拉回 那你也蛮痛苦的 对不对 所以要有突破 但是也要有做拉回了 这样的股票是最好 那筹码面当然 把人偏多 这必要的条件 重要的融资 我认为大概三成以下 是最好 所以有些新上市贵的股票 有时候它筹码 比较集中反的 会比较容易做拉抬 那如果不能融资 是不是更好 对 就我刚刚讲新上市贵的股票 不能融资的 可能会筹码面更加稳定 好 从这些条件里面 我筛选八檔股票 让大家来做参考 很有趣的事 大家看一下 竟然前四党 是什么呢 有三党鸿海集团股 而且三党都是苹果概念 你跟郭董有什么 没有 纯粹从技术方面选出来 竟然是这样 所以苹果概念股 虽然整个苹果族群不是很强 但是有些股票 特别会有表现 那么在光通性的部分 当然我说过 另类的台湾之光 我选的是给大家 推荐的是联雅 那么车用电子里面 我推荐的是宜特 还有呢 这个 衣材的联合股科 我们选的是联合股科 还有LED 我们选的是龙达 是 那有关这几张股票 我也稍微简单解说一下 不看佛面 看生面 不看基本面 我们看技术面 基本面 我在想每档各股 都已经很了解了 我纯粹跟技术面 告诉大家 为什么会把它选出来 道理让你做参考 来 比如说看夜城 我们看周K线好了 周K线会更清楚 周K线就可以把均线拿掉了 这个周K线里面 你可以发现 这个上升三角形 刚做突破 对不对 那么光这样 光这种技术面都值钱 那基本面当然好 没问题 只是本益比稍微高了一点 那么第二档股票呢 我们也看一下 同样我们上次也提过了 239的正位 虽然很多人 也稍微有点看拉不起 但是周K线 我们一样看到周K线 也蛮有 这个日K线 周K线 也蛮有趣 周K线就可以把 把那个均线拿掉 它也是上升三角形 刚做了一个突破 而且是成长型的 还有第三档个股呢 是 台郡 台郡呢 台郡其实 它的形态也蛮好玩 这波行情里面 它推 再拉再推 它一个顺势整理型的 而且在这个礼拜里面 一根红鸭棒吃掉 过去三根黑鸭棒 这种股票 上下起落有次 它比较容易洗盘 然后呢 因为这样走 这表现它走得比较 孙总我问一个问题 你刚帮我们跳的这八档个股 是不是都是要放一段时间 不是短线 我认为 逢任何拉回 都可以立即站在买房 对 好 那最后 这个 苹果概念股的 最小的这一档 这转机股 大家可能会 有些人会认为它扑扑 其实我们上次 在10块钱的时候 有讲过它 现在已经到16块 人家也去6成 你看这个状况 它其实有一个头肩底的 讯会刚做涂穿 我认为它是 出生段 转机的低段 还可以哦 你周K线涨6成 日K线它还蹲在那边 整理一段时间 是 好 所以我认为这档个股 其实比较小一点 这个联雅 联雅 不晓得 联雅是不是不可以 融资嘛 对 请用日K线 不可以融资 不可以融资 它就筹码比较稳定了 可能至于不晓得 记不记得 我们这三个礼拜前 你会讲说 本来457块的高铁 一定会涂穿 但是我说涂穿之后 请记住 涂穿之后 它一定获利了解 卖药会出现 很多人等在那边卖 所以我说你400块 到450块 一个箱形区间 去做整理 有没有 至于说 幅度有这么大吗 对 那有没有呢 高点涂穿 有没有回来 又回到400块了 它不就在这个区间里面吗 好 那你现在 好 过高点再拉回到 重新400块以下 又另外见到一次买点 那我认为它另类的 台湾之光 我就不用重新再续续 好 来 宜特跟联合 这个之前都已经推荐过 宜特的个股很有趣的 它突破高点 上过100块之后 连续拉回三个礼拜 三个礼拜亮说 在这边组织整理 我认为是过关拉回的形态 我认为它未来还有高点 联合股科今天是 联合股科 如果你还记得 一样 在涂穿三个礼拜前 涂穿了67块 80来的高点的时候 我会讲过 一定会发生两种状况 第一种状况 它过关一定要回来 灌后整理 整理两三个礼拜 有没有 然后整理完之后 它会再向历史高点 90几块来出发 整理三个礼拜之后 今天过性高了 这是实质有效的突破 这里已经转质支撑了 任何拉轨 我认为应该站在买 它这生意族群里面 我认为 这阶段里面最强最的代表 其他的个股 其他的个股 其实生机的个股 其他的个股 明天大部分的股票 都不能追 我提醒大家一下 不要一窝蜂 那最后一档股票 LED的股票里面 我选龙达做代表 当然它有新型的产品 问是本利比也低 但目前走出这个样子 看周K线 就更加清楚 周K线它也是 周K线打出来看 就更加清楚 龙达的周K线 它也是一个 刚刚好头肩底的形态 刚好完成 突破颈线 那你光看这个现行 再配合它基本面 这些筹码面 我认为未来都有空间 那有关这些个股 我还是强调一个重点 选股固然重要 买卖点的掌握手法 会更重要 不要乱追高 所以不要每次看到 涨很多才去做追价 拉回来真正改买点的时候 你下车躲在旁边 那你就操作相反 有时候要稍微 反市场操作 才会适应家 所以给大家做参考 非常谢谢詹总 帮大家这个八条好汉 给您做一个参考了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下一段回来 我们要继续请微媛 帮我们回答一下 观众朋友的取股问题 这是100分的健康好水 来自安利一支元净水器 创新科技的二合一路心甲 高密度活性碳 孔性小质头发直径的 两百分之一 过滤超过一百五十种杂质 与重金属 同时保留对身体有一个钙 矿物质 先进科技的紫外线灯管 有效消灭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 细菌病毒 更通过NASF四项全筋认证的考虑 一百分的安利一支元净水器 给家人一百分的健康好水 2016旅游盛市 亚洲最大海洋航行者号 基隆港起航 首创邮轮上冲浪 攀岩 大型兵工秀 梦工厂大游行 皇家购物大道 奖励旅游 家族团聚 社团联谊的最佳选择 5月18日起航 畅游 冲绳 高枝 广岛 别斧 请恰山赴旅游 I'm alone by love Put your hand in my Just walk Talk in a loving way Baby Love To the break of day I's a girl with shame she 最近为了一个礼 问你给我的礼物 我会珍惜 关于我们那是非 就顺着世界分队 你是我伤害的人 别怕搞眼 超越价值的 Premiere Seiko Look around you James Everything you ever stood for A ruin 11月5日 We can't just desert We have to He's on his own Why did you come? He came here to kill you And I thought you came here to die 007 恶果自补 11月5日周四 抢先全美上映 建物高矮不是重点 钓鱼清新才是关键 耐震 从选择SN钢才开始 东河钢铁 YOUCHOO 现在买大金R32新世代冷煤 冷暖便品空调 煤组限者2000元 高效 节能 环保 R32新世代空调 现在买 金丢锡 以后一起放大金 爱是个无限不息 最近回到一个礼 你给我的礼物 我会争取 怀孕我们的是非 就算决策世界分队 你是我生爱的人 别怕高烟 超越价值的 Premiere SEIKO 好 欢迎回来 我们很多观众朋友留言 这个还有一个 以前我们的来宾犀利妈 她也留言 对 刚好今天我生日 所以她祝我生日快乐 那我要在那边谢谢她 好 等一下我们回来 赶快回答问题 我们来看一个黄家伟 她问国统可不可以续报 来 国统 其实我们看这个8936国统 当然我觉得现阶段 如果有跟13.5计划有关系的 其实它水资源 包含在新能源里面 所以你去看 其实我们只看法人的买卖槽就好 就把外资跟投信都混在一起 就是法人买卖槽 所以你看 你可以看 其实都在买 对不对 而且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 走再把它拉得远一点点 你可以发现 其实它的这个基息 不是很高 基息不是很高 而且呢 我们家从60块跌下来 对啊 跌到现在 现在已经上39块 那也就是说 现在季线上扬 站在季线上 这个法人在做买超 我觉得就是续报 我觉得续报 因为其实这个是 蛮明显的政策方向 好 OK 那再来一个赚钱的 我们要他问说可不可以加码 来 李同学要问 同亨可不可以加码 好 549年这个同亨 其实今天非常强势 对 已经连拉几 我们把这个 我们看最近好不好 我们看最近 对 连拉三次 可是请大家去留意一下 因为其实 短线上面 因为你去看 它这边其实有一条年线 可能没有划出来 这边有一点点会 已经有开始碰到 今天应该是有碰到 这个年线的一个位置点 所以你去看 就算是 今天法人买超 其实你还是要续报 只是说 加码的点 你不要在明天 如果又开高 你去追 很可能短线会 会拉回 对 因为其实已经碰到压力 你应该等它 回撤这个缺口 再做买进的一个动作 回撤这个缺口 昨天跟今天 昨天跟今天这个缺口 有回撤 因为其实它还是 多方格局没有问题 那在75啦 你不能讲教育 我讲75左右 我不能讲教育 是不是帮我讲 我帮你讲75 75应该没那么低啦 应该在这里啦 78 没那么低啦 75应该是太低了 对 所以我觉得还是 不要追高 不要追高 因为它已经碰到压力了 好这个IET 好那IET 英特雷的部分的话 其实 有一点点疑虑啦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其实它第三季的 这个营收是创新高 创立的新高 然后可是为什么股价 没有表现 你看这个一样相关的 比如说光环 一样营收表现很好 它股价是碰一直新高 对啊 这个才对嘛 这个才正常 刚那个不对了 497应该 你看营收创新高 它的股价表现 反而有点问题 另外它有一个 因为它有发一个CB 可双商公司在 它的定价 本来是70块 那如果没记错的话 这一两个月它有调整 调到大概69到68块 好 那现在股价还有117 对啊 所以它会 它现在会遇到一个问题 发CB的公司 如果这个股价一直涨 它会面临到一个叫做 CB认列的损失 为什么 因为是投资人去认 对 客户的公司在嘛 对 那等到它 因为它 我们假设70块好了 对 它用70块去认嘛 所以接下来它会面临到 所谓的一个叠价损失的风险 这样 好 省一点时间 看看来看 快来 对 好 讲结论 神达就是先去报 神达 系统的部分的话 因为它IC设计 我目前会认为说 比较做一个保留 比较保守法 在卖草 这样子要稍微 这个做个留意 好 非常谢谢威远 帮大家解决 大家齐骨问题 这是今天的爸爸 理财有方 稍后呢 爸爸健康有方 今天呢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一个视障的女孩 她有办法煮咖啡 而且是国际 收看无线电视 本来不要钱 占据有限 却要收钱 说是未观众 其实是骗选票 图立特定对象 我们坚决主张 除了公共电视 反对无线电视台 必载特权 无线平补是国家 珍贵稀有资源 我们呼吁检讨无线台 平补使用效率 把全民的资产 还给全民 卫星电视工会 恳请立委严审把关